香港航空青年團在各域成年團員的積極參與 社會各界和榮譽長官大力支持之下 為年青人提供了各式降弱的航空活動 包括成立了16項定義機、直升機和滑翔機的飛行獎學金 千多人也有機會參加直升機的飛行體驗 有三百多次模型飛機飛行的訓練 還有與港龍航空公司合辦的航空證書課程 和國泰航空公司與理工大學合辦的高級航空教育課程 令年青人有機會深入了解民航業的運作 除此之外,航空青年團近年也增加了一些海外領袖的訓練 國內外文化的交流、射擊訓練和野外歷史訓練 培養年青的學員一些全人的發展 為投身民航業作好準備 我知道負責插掛和執行各項活動的成年團員 都是義務參與的 團員貢獻了自己 福報社群的精神 實在令人值得讚賞 我相信在你們領導之下和努力之下 香港航空青年團的發展一定更上一層樓 繼續為本地航空業培養我們下一代的接班人 令到香港繼續成為國際航空的樓樓 最後,我想用一具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和各位學員互面 航空業裏面 能夠提供給年青人發展的機會無限 你們可以從你們頭上現在一片的藍天 找到你們的興趣 亦都希望你們能夠 找到你們的理想 多謝各位 謝謝 現在公請月初嘉賓 民航處處長羅崇文太平修史 主持獎案頒獸儀式 首先頒發的是香港航空精年團 特殊公職銀章 得獎者是余建南 文宇少教 好 強勇 接著是包扮香港航空青年團特殊公職同章 得獎者是李俊錡 准惠 接著是包扮獎項地中央訓練中隊最佳初級學員 得獎者是黎貝瑜學員 出擊 321 Okay 多謝林區長 Hooray! 停滓 停滓 撤 撤撤 擴乱 撤 Sir, here concludes the ceremonial sir May I have your permission to march off the veterans? Yes, si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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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